前一陣子才發生啊 關門 關門啊,對啊,聯邦政府關門啊 你就修無薪假啊,對不對 那個會得諾貝爾講的那個無薪假不是嗎 對啊,那就是這個就是啊 哪需要發明,對不對 美國政府一天到晚給你關無薪假 他就開始有一個順位 哪些政府機關開始關 然後哪些政府最後關 這個是你行政單位自己要 要按照這個輕重緩急去關嘛 是這樣的過程 而且他們州政府也一天到晚在播展 然後加州政府都要破產幾次了 對不對 對啊,那個好萊塢耶 那個這麼賺錢的地方 還不是一天到晚在破產 對不對 這不是問題 可是問題是我們的 可是問題是我們台灣的制度 中華民國體制非常的變態在這邊 所以怎麼樣 你說公務員怎麼可能會為你服務 沒關係嘛 我再怎麼樣好關我自為之嘛 我的整個系統裡面 是把我照顧得好好的 反正虧虧你們 破產破產你們的 老保會破產的 你有聽過公保會破產嗎 你要知道為什麼我這樣講 講這句話為什麼會那麼憤怒的原因 是說 你要知道老保這些錢 破產就破產 他們就沒有辦法 他說只有一個方法 你要增加 增加錢 而且增加 增加你的 你要繳的錢更多 而且延後臨 可是他公保是什麼樣子 你知道公保上一次有破產危機的時候 他就用預算去補 去補他的動物 那預算是什麼意思 就是拿你的錢去補他的嘛 對啊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其實這個國會 國會制度本身有問題 好 包括台灣還有很多什麼附屬制度 你知道那個 法案的附屬制度 你也幫幫忙 你又不是內閣治國家的附屬 後來這個終於把它拿掉 以前的規定 就是中華民國的體制就是一整個亂 就亂搞 為什麼很簡單 當初就是為了政治協商要騙共產黨 然後騙共產黨嘛 共產黨沒那麼笨 就根本不玩你那一套 那只好帶來給台灣人用 對啊 那這個才是問題嘛 所以整個中華民國體制 如果你不去跟那個歷史脈絡去了解 不去了解背後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這個體制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尤其你的憲法老師 一定會講說 哎呀 我們這個自己的體制 是模仿威馬共和 威馬共和 聽起來好先進 對不對 威馬共和 又有什麼美國的 又參考誰誰誰誰 但是你如果知道整個自現實 你就知道 這就是東操一點西操一點 也不管這個體制上 到底合不合適 好 比如說 跟另一有關的 我這 基本國車裡面有 有規定要建立公益制度 我們中華民國學者 他媽的 就有辦法把 把健保制度 檢視為公益制度 所以你看 沒有違憲 而且最後 最後還有一招大決 叫做憲法老師 就跟你講 哎呀 那因為他列在基本國車 是宣誓 宣誓規定 所以沒有憲法義務 所以就 就糊弄了這麼久 我們到現在沒有公益制度 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就是說 我們都會發現說 如果你真的去了解 國外的制度 制度再回來看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我們非常非常多的不合理 好 包括我們 我們的整個選制上面 漂漂等值 之前到現在沒有人去討論 很多問題 比如說 比如說 另外一件事情好了 你知道金門馬祖 也有一席嘛 立法委員也有一席嘛 你知道馬祖多少票可以當選嗎 一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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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票是什麼意思 你選個里長 都比他多票就對了 你選個里長都比他多票 在這邊 在台灣選個里長都比他多票 然後呢 可是他可以決定你的預算 而且這些人 還可能會當什麼 紙牌屋裡面那個 黨團黨編 他可以當黨編 有沒有當過 有啊 好幾次啊 對不對 那 曹爾忠 以前有一個 有一個 立委很有名 叫曹爾忠 軍系 代表 代表 幾保守的勢力 什麼地方選出來的 馬祖 一千票 一千票 大家如果叫他去選 可能都比他多 這樣子 這好像有十幾個 國民黨立委 還是七個 就是固定這麼低的選票 取出來 有幾個地方 我們現行體制 有哪些地方 是送給他們 一定很高 花東 第一個 花東還不算 其實花東票數還算多的 連澎湖都算多的 因為澎湖有十萬人口 他們也有好幾萬票 對不對 你說我以前 我的一個好朋友 現在的澎湖縣的立委 就跟我講過 他說 當時選制改 要改的時候 他主張 他說 很簡單啊 他說 把金門馬祖加給我們澎湖離島一個選區就好 對啊 跟他們配 他說我們跟他配 先輸你 先輸你 也不過先輸你幾千票而已 我再追回來就好 嗯 那可是問題是 當時就是趨於所謂的 那個國家法統嘛 如果這樣搞的話 這真的是台灣就獨立啊 因為金門馬祖不同 就跟台灣不同縣 不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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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福建省底下有兩個線 一個叫馬祖 一個叫連江 一個叫金門 對啊 他把這個弄在一起 就變成那個 對 你知道你的錢還養一個 還養一個叫 不是一個 一個省組主席而已 是養兩個 對啊 一個台灣省主席 一個福建省主席啊 有福 對啊 福建省主席 福建省主席在哪裡 叫金門 有啊 有啊 至少他們沒有去拚那個 那個 那個 誰 過關 對啊 他們至少沒有騙過關 拜託 而且還有 你以為只有兩個 兩個省府啊 錯啊 台灣有三個省府 對 還有新疆省 新疆省在哪裡 不知道 在永和啊 哈哈哈哈 對啊 還在喔 還在喔 我以為沒了耶 我自己傳人去抗議就好啦 對啊 科技什麼 我去拍照 新疆省政府啊 對啊 他為了為了 有這個三個省 他就可以說 我還是 我還是那個 對啊 我還是有法統啊 我還是合法政府 我不是地方政府啊 誰跟我說 你什麼人跟我說 是判禮的一省 我有三個省 什麼叫判禮的一省 三省 那新疆省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更好笑 新疆省什麼原因 因為當時 共產黨打到新疆的時候 他們的政府主席連同 主要辦公室的人 坐著飛機逃到台灣來 你是救了金江山 哈哈哈哈 所以你根本沒有土地 只有那個 那一區 那一個辦公室 那就是跟那些 那就是跟那些 萬聯國代一樣 對對對 完全一樣啊 所以我們還有盟戰委員會 所以他 你現在跟他講說 說不是判禮的一省 他當然不接受 國際的那個 國際公法的一個理論 就是說 中華民國的例子 中華民國的狀況 叫做判禮的一省 他當然不接受 他說判禮的一省 最少有三個省啊 盟戰還沒有算耶 他還有盟戰委員會耶 對不對 有三個省加兩個 兩個特別 兩個特別的行政區耶 不過比起來 盟戰委員還算有做事啦 因為他們有在融落外蒙 這個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沒有 就是說 雖然他的那個 出發點不對 但是他是有在跟外蒙古 做一些那個 台面下的那個 對啊 他有新疆省政府 這什麼 搞什麼玩意 對 這很好笑 這兩個省政府花多少錢 台灣省政府一年花一億多 盟戰委員會也是 也是一花一億多 也是要上一 對 他說他上一啦 新疆省政府也要上一 因為他那個 後來也說 欲缺不補 他只有一個 一個形勢上的 就是那個 那個省府主席的安插而已 而且他們有 籠絡很多那個 那邊的來面子 對 這個是從以前到 現在比較少 以前比較多 對對對 所以你要知道 不是判了一省 你最少 起碼要跟他說判離三省 所以我以前看到那個 也是覺得很好笑 可是這都是 中華民國荒謬的地方 可是你要知道 他們就是這樣 哭手起來很認真 對不對 哭手 哭手太久了 哭手太久了 哭手 很認真嘛 哭手起來很認真 哭手起來很認真 對 人家是認真起來很哭手 對 認真起來很哭手 也是啦 認真起來很哭手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 今天講國會 雖然本來在講國會 可是你看 從整個制度都很奇怪 從以前的席次到 為什麼我們要趕 那麼多次席次 其實台灣 我都覺得 其實台灣 現在架在台灣上面的 這個體制 政府體制 是一個沒有辦法 不量身定做 有問題的體制 嗯 其實像這個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金門馬祖的地方 你知道美國有一個狀況 美國的席次 大家都知道 各州嘛 對不對 各州嘛 然後 然後各個地方 就是說各州 按照人口比例 和各州 各州有兩個 兩個參與院的議席 可是你知道 我接下來問一個問題 關島有沒有 那個波多利克有沒有 那個算殖民地吧 美屬地 對啊 我告訴你 他們有 他們在國會裡面有代表 只是不能投票 那薩摩亞有嗎 就是美屬 沙摩亞都有 馬里亞那都有 北馬里亞那都有 國會觀察員 就是國會 國會代表 他有國會代表 他不能參與投票 可是他可以參與辯論 可以參與聽證會 那如果說真的 金門馬祖這麼愛 愛 愛護中華運國體制 就應該請他們 以美國為例 你就不要投票 裡面也選 選出來是代表 我們也可以弄個辦公室給他 那個聯席會什麼議會 他可以參加討論一下 沒有關係 但是投票的時候不要投票 應該是這樣嘛 對不對 不能當黨 不然的話 兩個加強不到一萬票的民意 跟人家動輒要選十幾萬的選票 就完全不可能的平等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都是必須 大家必須要去思考的 就是說 國際間不是沒有對這種事情 怎麼樣處理的問題 其實是有的 那像美國就是很簡單 他包括什麼 你以為這種 都是一些小不垃圾的地方 所以很好解決 沒有耶 還有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哥倫比亞特區 你知道哥倫比亞特區是哪裡 就DC啊 華盛頓DC啊 他也有代表 但是他們也沒有投票權 為什麼他也要避免 國會變成 變成那個國會中 對 不是 就是變成聯邦政府 拿來制衡 因為 因為DC是國會 就是他們 國會職俠的嘛 等於是聯邦職俠的嘛 但是聯邦拿這個來做一個關鍵的 關鍵的影響 美國的 美國當初就有思考到這個問題 所以不准你有的 所以 DC小嘛 DC還蠻大的耶 對不對 尤其是政治的東西 他一樣沒有代表權 所以不是說 你知道那個什麼天眼的DC 他沒有代表權了 你在這個集中 你設計的合理其實很重要 中正區不能有 對 你不外特區 你想想看嘛 不外特區如果跟你說 我們那個區長 也可以在立法院投票一起 你會不會抓狂 對不對 這個意思一樣嘛 這樣就了解了 可是 可是我們在很多人 很多人就 在台灣就 就覺得 沒有啊 那個也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也應該要有代表權 但要這樣講的話 那這樣講的話 我們那個 苗栗有一個理有兩萬多人 不知道 不知道他應該要選幾席才好 對不對 對啊 一個理喔 一個理有兩萬多人 選票 我是說 合合選票 實際上居住 居民大概四五萬 一個理 對啊 那 這個 媽祖媽祖 如果一千人就有一個的話 他應該可以選二十席 對不對 那 那 那好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談一下就是說 國會中實際上的運作 我們知道國會中實際上運作 它主要在 圍繞著委員會為核心 所謂委員會呢 就是說 它會按照不同的議程 像我們台灣現在是八個委員會 主要是八個委員會 還有加上聯席會議 好 就八部二會嘛 他用這樣的方式來 來做 那事實上台灣現在 也顯現台灣一個問題 就是說 台灣國會議員的議席過少 過少 過少 就是八個這樣一分下去之後 事實上你的議事 議事的效率 還有它的專業度差很多 感謝的議員 因為像美國的情形 就是美國眾議院有四百三十五席 那所以他們眾議院 其實都慢慢的會 逐步的形成所謂的 他會變成所謂的政策專家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他會專攻某些領域 他透過跟其他人的合眾聯合 然後他等於說 這個政黨的財政代表 所以他可以提出 他是真的可以提出法案的 所以美國的國會助理 也都會去選擇哪些呢 很多都是法學院畢業的助理 所以他們的立法的中心 是在他們的國會 那也是法學 那有很好的法院 那個就是說 那個議會的助理 那這些 這些 會逐步形成一些政策專家的結果 就是我們可以舉個例子 就是我們這次推薦的片子裡面 有一個片叫 那個 那個 查理威爾神說 這個議員很好玩 他說 德州第二選區 他自己在片中他有講 他說 他的選區 選民 要求很簡單 只要能保有他的槍械 只要能保有他的槍械 他就可以繼續嚴陣 所以他自己就變成 他要找一個 他在國會裡面 總是要有一個自我定位 他是海軍軍官出身 結果他有一次就注意到一件事情 因為當時冷戰還在打 然後美國 後來俄國打進阿富汗 對 然後美國在越戰之後 就全面棄手這種狀況 結果他有一天後來發現 欸奇怪 聽說阿富汗那邊 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結果美國國會撥款給 給阿富汗的預算多少 五十塊 一百萬 十萬塊 十萬美金 他說 開什麼玩笑 十萬塊美金 我們美國人冷戰了 我們的老對手 出了事情 我們才花十萬美金 結果他開始去 後來他變成 後來在他的主導下 他去進行了非常多的 國會 這是國會外交 去串聯很多 包括 讓以色列 沙烏地阿拉伯 埃及 巴基斯坦 居然這幾個 從事國家可以合作 合作賣軍火 給阿富汗的反抗軍 而且他也透過 這個國會的軍事 以及情報委員會 包括讓CIA去支柱他們 那整個過程 他主導這件事 有人說他間接的 終結了冷戰 也讓蘇聯帝國給 提早割解 提早割解 那他最後 有一個數字 可以告訴大家 最後 最後美國 國會方面 撥款給阿富汗反抗軍的數字 大概是十億美金 那如果加上他包括 從各國分攤 海外分攤 美國總共幫阿富汗反抗軍 募得了大概是三十五億美金 也就是 他可以算來算 但一千多一台幣 的規模 就是說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而且在那個年代 香港現在幣值 可能就好像兩三千億美金 那個台幣的 他只是一個議員 他只是國會議員 對 他靠過的就是 這些合眾聯合 交換議案 你要支持我這個 然後我就可以支持你什麼 他靠過的就是這樣 不是 他們看 好 在台灣有可能有這種情形嗎 還是這種 這其實在台灣裡面 我就要講到 這尼克講到什麼很好 有沒有這樣一個 有 有很多議員 台灣有很多立法委員 其實他的 就是說他很穩 就是那種鐵票 鐵票區 反正怎麼樣都可以上 那所以呢他會 可是他的選區其實很小 很不好 就是說很差 可是呢 反正他們的要求也不高 尤其在國民黨藍軍立委裡面特別多 就是軍系立委特別多 那他們就會關心什麼 我就只要關心那個啊 反正 反正國民黨只要去執政 然後 反正我只要可能就是說 啊 你可以 維持我的18% 我就通過了 所以他這些人就會演變成 他 但很不幸的他不會成為政策專家 跟台灣不一樣 他 不 跟美國不一樣 美國又變政策專家 他後來變外交方面的長才嘛 他後來獲得就是 情報之心 好像是反正民間最高的那個情報 情報協定 CIA CIA 他基本上 當然這個 這個都可以看出來啊 他要利用國會中的那種 微妙平衡 而且他裡面 他爭取的 他自己是民主黨 然後也爭取共和黨 他身上跟共和黨的議員 搞不好合作得更好 原因在哪裡 很簡單 美國那麼大的這個結果 結果底下 他們的政黨 都我們不一樣 我們就是所謂 屬於列寧市政黨 包括民進黨都算是 列寧市政黨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列寧市政黨有一個特徵 就是他會強調所謂的黨紀 按照黨紀來投票 如果沒有按照黨紀來投票 會這樣 可是你看看他們 裡面 他是用威脅 你如果按照這樣 這樣投 告訴你就 以後 你就完完 你依的議案沒有人會跟你連署 沒有人會跟你附署 你就無法提出來 然後你可能以後 在選民就會把你淘汰 他們是用間接的方法 可是我們是用筆記 給你開除 所以反正他們 我們台灣的 這些立法委員 或說這些議員 不關心民意怎麼行 他關心的是黨中央怎麼想 所以才有吳玉森這種轉變 他不管民間怎麼想 他要的是馬總統的官員 只要馬總統對他很喜歡 他就可以繼續亂講 馬主席 對啊 一樣 反正就是那個馬桶 反正就是對他來講 對他們來講 就是說 黨 黨主席的關愛 比起 比起那個更重要 可是在美國的情形 是因為 為什麼要說 他不是剛進政黨 美國的政黨的方式很好玩 他是每年 每次要選舉的時候 不是兩年選舉 兩年選舉一次的時候 都在同一天 大家先進行政黨登記 同一天 所以你只能登記一個 你看你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 這就是所謂共和黨黨員或民主黨黨員這樣 所以你有沒有可能兩年後 你去登記 我今年登記共和黨 兩年後去登記民主黨 可以的 就是無形黨員 對 要選的時候才去 要選的時候才有 所以你登記完之後呢 接下來你就要參加 叫做黨內出選 他們要黨內出選 你黨內出選就是黨內的投票 黨內的投票也是同一天 共和黨民主黨都是同一天 所以你只能去投一個 你不可能跑到另外一邊去投 而且你有黨員那個黨員名冊 你黨員名冊是先你先去登記 登記完後有很多那個 然後透過這個選舉出來後才有 欸共和黨是誰 民主黨是誰 所以黨員是劉董 所以他要不要非常尊重民意 要非常尊重民意 你不尊重民意 下次一定不能當選 那相對的來講 他們也對政黨的忠誠就沒有那麼高 所以 所以美國的議員裡面 先是共和黨 又跑去民主黨 再跑回共和黨 有 再跑 多跑兩次的都有 在美國 在美國這是很正常 那 在這樣的情形底下 他們這麼多的議席裡面 他們 他們 過半也都是微弱多數 相對來講 常常都是微弱多數 所以 所以他們在這個合眾聯合的時候 就要 你可以看那個 看片中 或是我講的片子裡面 你可以看到他們常常會計票 沒有在那邊 啊這個我們已經拿了幾票 哪一周的誰拿下來了 沒有 為什麼要這樣精算 就是因為每一個議案 他們用什麼去交換 包括有一部片 台公業委員 裡面也都有這樣的情景 也就是說 他們的運作 活會運作的時代是這樣子 所以裡面講的是 政治妥協交換 台灣的呢 台灣有沒有政治妥協交換 有 但是更更 照在前面還有一個叫做黨籍 那有人就說 那這樣的話 那民進黨自己也是這樣啊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們也必須這樣說 民進黨如果說 好 那我們就不要了 如果在這個體制沒有改 很像美國這種 這種體制 民進黨自己搞這樣的話 無益於自殺 呵呵呵 你就叫自殺 呵呵 對 所以這個 這個政體的改 制度的改變 你一定要記得 就一定是全面的改變 沒有人說 啊我們出於善意 我們自己帶頭做 我們先做好 拜託你是在從事政治 不是在 參加實際功德會 好不好 他在說你沒有用 大家都知道 呵呵 呵呵 所以很多事情政治的算計 我們必須要先假設人是惡的 人性是惡的 那再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才能把這個事情做好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必須要講的 你說基本上 紙牌物這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他們 他們也很擔心 像這個一個沒有規制 沒有法制的狀況下 透過習慣 慣習 或者說這種 這種權力運作 人性之間的都 都運作之間 會不會產生很多問題 會 他們也知道會 為其如此 所以他們裡面有沒有很多的 很多的紀律委員會 有 他們國會的紀律委員會 的功能非常強大 台灣有一陣子 常常有人在講說 啊 那個議長要動用警察權 你要搞清楚 你的議會 沒有 這個紀律委員會 沒有先 這個國會倫理這個東西 沒有先建立起來 講這個東西都沒有意義 台灣很喜歡 隨便拿一個人家的東西 就拿來用 可是人家有那個被承在 像比如說霸戰發言台 這件事情 這也極端可笑 在美國有沒有發生的議員會 有 尤其是參議會 參議會 任何一個小黨都可以無限 他可以無限制發言 那個華盛頓風流 那個詹姆斯斯多華 對 而且你知道美國曾經有 我就看過紀律會 他們為了要抵制某個法案 有一個議員 一個議員而已 他為了要抵制法案 他做過什麼事情 什麼 他念到東西沒有得念 他就把 把那個 電話部 電話部開始來念 他就開始 詹姆斯斯多華 電話0932777 一直練練練 就不停 他不停 到最後他自己不知 不是被他抬下來 不是被他趕下來 哪有什麼國會警察 哪有什麼議長動用警察權 胡說八道沒有這種事情 那相對來講 相對來講 他在眾議院有 眾議院就有嚴格要求 他先有議程 他會先排定議程 所以他有嚴格限制 眾議院 眾議院 因為眾議院人的選數比較多 所以他就會有那個時間的限制 就是說他事前就會先開那個會議 決定到這個整個流程怎麼樣 然後每個人嚴格限制 每個人發現次數多少 如果也沒有 如果到了時候 你還在那邊霸佔的時候 這個就有紀律的問題 在這種提醒幾項 你才能談 有國會倫理 國會紀律 要不要動用警察權的問題 你在參議院你講講看 怎麼可能 可是理論上 參議院的議長是誰 是副總統 對啊 不是有一集他就是 把那些議員抬出來 叫警察抬出來投票 對 所以我就說這種東西 為什麼 紙牌屋的 紙牌屋的那個發生地點在哪裡 他的舞台在哪裡 在眾議院 他不是在參議院 你真的很精準 你要看他講很多東西 就是講得非常精準 但裡面他也有 紙牌屋裡面有一個東西 就是不精準 但是他為了要讓他瞭解 譬如說 他一開始的時候 為了教育費用 人家進行罷工的那件事情 這個裡面最大的問題就是 像有人寫註解 寫的沒有錯 就是說基本上 教育 美國的教育的部分 並不在聯邦 權限不在聯邦 是在各州 所以他不會發生在 國會 不會進行全國性大罷工 但是他其實講的事情是真的 你知道嗎 那事情是發生在 在那個 發生在幾個地區 都發生過 尤其是特區 DC就曾經發生過 就是 中 那個層級 或是下一個層級發生過 而且罷工 這個事情是真實發生過 我懷疑他是有 有參考那一個事件 就是 他們那個教育局長 差點被迫下來 那 Anyway 就是說在這個狀況底下 說我們都必須要知道一些 脈絡 我希望說 我們參加 我們這個讀書會裡面 看這些片子 不是看這個鬧而已 我們也要看門檔 所以這裡面 這個議會怎麼運作 它裡面的東西 其實都有背景的 所以包括 我們常常看那個 說 台灣有人講 台灣就是太亂了 怎麼樣 所以才要怎麼樣 是你先不守規矩 這樣才必須要亂 才必須要緊急救援 對不對 就為什麼要公正議場 沒 迫於無奈嘛 你可以這樣搞 跟大家 攸關的事情都不用講 然後最後用你說 喔因為我議會中多數 我就 我就表決 好 包括這個機制 像重大的這種 談判機制 在美國裡面 那個 聽證會開不知道多少次 聽證會這個都 又講到 台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國會被嚴格的東西 那個叫做調查權 好 國會沒有國會調查權 而且 人家的聽證會的程序是 相當於司法程序 所以你在聽證會裡面 胡說八道 亂搞 那個是跟藐視法庭一樣的罪 罪很重的 他們基本上那個罪 非常非常重 但是我們沒有 那 那這些 包括還有參議院 比如說他們彈劾的過程 他們如果要彈劾 總統說什麼 通常是由眾議院先表決 然後參議院 參議院是指判機構 去審查 這個也是很多人 沒有搞清楚 他的過程 比如說 兩階段 不是兩階段 因為一個提一個審 一個審 要不要通過 是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 這些 在台灣 台灣在只有單一國會的時候 問題都很難做 都很難做 而且 而且還有像解散國會這種權力 這很奇怪 解散國會這種權力 其實都只有內閣製國家 才有什麼解散國會 我們這個總統治國家 說總統可以解散國會 這個 這個根本就是行政權凌駕 依法權的最好的表征 所以 中華民國 憲法是什麼 有很多人在問 中華民國憲法是什麼 我覺得呢 有一個說法是最接近的 就是說 他們自稱為龍的傳人 中華民國的憲法就是龍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這個龍 龍是不存在的 你有看過 因為你有看過龍的描述嗎 有鹿腳 鹿的腳 蛇的身 老虎的虛 什麼的眼睛 什麼東西講一堆 現實中就沒有存在這東西 這些東西全部都湊在一起 現實中根本就不會活 中華民國憲法就是這樣 是不像 是不像 比是不像還是是不像 實際不像 對對 那叫十八不靠 這個 這種東西 這個東西 所以在台灣的國會 為什麼運作那麼奇怪的原因就在這邊 歸根究極是限制法制度的問題 因為你一定要釐清清楚 什麼叫做 你的制度是什麼 我們常常跟你講說 我們叫做雙首長制 或者有人說半總統制 那我比較討論都是半總統制 對對對 那我其實對這個我也很有意見 有半總統制 有沒有三分之一總統制 有沒有四分之三總統制 對 有沒有百分之八十二總統制 這個東西說法是有問題的 就是說你總統制就總統制 好 內格制就內格制 當然你可以說 總統的權力大小 好 那我沒有說 半什麼叫一半 怎麼切 那一半怎麼切 好 這個我反對的原因在這邊 再來就是說 有很多 我們且不管我們說台灣適合哪一個字 內格制或總統制 基本上我自己 我表明我認為台灣比較適合內格制 這實證的過程中 因為內格制才有辦法重新建立起民主的傳統 因為有不同的聲音可以被聽到 好 那因為總統制 像我們現在總統制的話 都還是流於 就是一種集體 然後一個 一個權力獨大的狀態 這種 這種的政治傳統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危險的 那 因為不管在做哪一種制度的時候 你都必須把這些的體制 人家的設計 每一款都是環環相扣的 每一個 每一個東西都是有的 千萬不要 又有 又有兄弟所獨獲創建 這種東西 台灣 你也知道 孫文春也喜歡講 有 有承襲吾國固有之傳統 有從 引進太西最新之理論 還有 兄弟所獨獲創建 我聽到那個東西 我就混了你知道嗎 你在這裡唸得真好 哈哈哈哈哈哈 他唸那個氣都記得 他 這個 孫文在解釋 那個三民主義是什麼 你們不用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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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梗一定要唸到三民主義 我們都要背 整本是不是要背起來的 對對對 他會知道這個梗我在講什麼 我們那首已經上很隨便了 你們那個人唸得太認真了 所以他就說 因為他說三民主義 他的三民主義武學 相反是他兄弟 兄弟就是我 就是孫大炮自己 他兄弟所獨獲創建 聽了這個就混了 你知道 自己想出來的東西 最可怕 他那時候可能老一個小女孩 哈哈哈哈 他可能在寫有八姑娘 有八姑娘 對 反正基本上 OK 就是說 其實有一些政治學 是人類歷史經驗 人類的學歷 經過不斷的辯證 討論 實踐所出來的 尤其政治 政治科學 是有標準 國民黨 國民黨 或者說 或者說這些威權政黨 都有一個很壞的 很壞的習慣 就是喜歡自己 方便 就怎麼設計 然後跟大家講說 那有弊端 沒有效率 我現在 我只要大筆一揮 大刀一砍 全部東西都沒有 但是 當你砍完之後 問題就更多了 好 這個東西都是 我們必須要 必須要注意的 所以我想這部片 還有包括 我另外貼件兩部 黃牌天神序集 你為什麼要貼 那個 你會不會去看過那部片 沒有 那部電視播很多 是印象深刻 對對對 不曉得你為什麼要貼那一部 國會運作裡面 你還記得 他一個政治新手 他怎麼樣 怎麼做 他怎麼做 他通常就會去跟著 拍馬屁 會跟那些大老 大老 他裡面片中 他就拍的是國會議長 國會議長 那我也要告訴大家 但是說其實美國的議員 跟台灣的議員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你如果只是一個個別的議員 行進的議員 其實沒有什麼權利 沒有什麼權利的 他其實就是 他有一些 美國人看起來 就是說美國人 他有一些 我們看起來法治化的話 好像實力原則 但相對來講 他們也有一定的傳統 好 這個東西就靠住 他就必須 他運作的時候 我必須要在這個黨內 我要找一群人 屬於我的那一群的人 然後我想辦法出頭 然後一開始我要去啃人家 我沒有資格提議案 每個剛進去的時候 每個人說 我要提什麼議案 我要怎麼樣 結果後來發現不行 那個 這個 我們這個紙牌屋裡面 其實是類似的心情 他還告訴你這個東西 其實這部片 為什麼大家參考的原因 就是 我要告訴各位的是 這裡面 國會的運作中 有很多很多的 美感 好 不是像大家想的 這麼簡單 好 所以某些議長的行程 他雖然是江湖 是老狐狸 但是他有他的合理性 好 那當然 我講的就是黃金平 這個狀況 但是我不是說黃金平是對的 因為他是一個錯誤體制中 產生的者 你不可能從錯誤的出發 得到一個正確的結果 但是我必須要講說 相對於 那種 因為一朝得事的政治精英 來講 他至少 比較懂得面對政治現實 好 就是這個政治現實 有一段 運作的過程 那我們 金金色役 為什麼說我們 金金色役跟人家不一樣 就是我們三大神主派 這作為我們的價值 你有這個價值 做依歸的時候 你在國會運作的 假設有一天 打各位進入國會的時候 你才有一個價值依歸 知道怎麼做 而不會為了 我要全力 我為什麼要推進那部片 為了全力 我就去看誰比較大 我就去跟著他 然後會產生很多很多都忘了 那樣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 那部片裡面 大家要看懂的是那個東西 好 大家那個很好笑 然後覺得那個 實際上也不可能 那 而且還有那麼剛好 那個地產就剛好在離 離國會這麼近的地方 發生這種事情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 總之要說的是說 其實 政治科學 或者說政治學這個東西 它本身是 西方傳統的 有傳統的 通常來講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在談政治學的時候 其實比較大的脈絡是在 跟自由主義有關 古典自由 政治自由 自由主義有關 那你會 想談到社會福利的部分 會跟社會主義有關 不管你是自由主義者 或者是社會主義者 我們會發現就是說 這個 西方的過程中 在這個議會所形成 議會的運作所形成 其實就是兩大思潮 剛剛講的自由主義 社會主義 而這些東西都慢慢的 逐漸累積成一個 人類社會 目前為止 好像 目前為止 不是最好 絕對不是最好 但是至少是比較 妥善可行的 一條 一條進路 我們可以看到 德國 或者說 其他的議會國家 他們可能都不是完美 可是他們至少是比起 你隨便依照的 某個偉人所說的 那些都好了太多 所以我覺得 我們在看這個政治欣賞 去的至於 我們要提醒一件事情 即便是 如果即便是 相對於我們更好的 制度和社會 都還有這樣的政治欣賞 那我們其實現在活在 一個 已經不是政治欣賞 就是根本就是 恐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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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基本上我們是隱私物 我們基本上是隱私物 在中華民國趴在背上咬 對對對 基本上我們的狀況 是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那 肩膀很重 對 可以問兩個事情 對 我先講到這邊了 然後接下來就大家發言 然後 時間掌握得不是太好 我想我們就至少到九點半 你要先講 沒關係 大家有問題 趕快 先問一個事情 那這樣講的其實 會不會內閣制 對像基金車禮這樣的 小政團 是比較好的 大家有寸存空間 這個是當然的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長遠來講 把這個 這個觀念的灌輸 跟教育 其實我覺得我們 如果作為一個 基金車禮做一個 對國家有想望的政團 我覺得應該 你要有能力提出 包括國家體制的 的改造 和方向 那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情形底下 我會認為 當然我們會直指 內閣制對我們的好處 事實上你看 真的內閣制的國家 亞洲國家 你內閣制的國家 真的目前狀況也比較好一點 你看日本 新加坡 都是內閣制 對不對 那如果你說 那個總統制的國家 菲律賓 或者說其他的 其他的國家 但你也會講說 那不對啊 印度也是 印度是內閣制 但是不怎麼樣的國家 但是相對來講 相對來講 我們會認為 我們先不要管說 別的國家怎麼樣 我們要講的是說 內閣制對他們 比較適合的原因 我是強調的 第一個前提 第一個就是說 你才會 能讓 內閣制 搭配讓 小黨比較容易 聲音出現的 選舉制度的時候 你才能讓 社會多元的聲音 能進入決策的階層 那這樣的話 我們也才不會變成說 少數 中的少數 不是 變成說 其實 還會變成說 多數暴力 或者說 其實我認為 那其實是少數 因為有可能 透過政治的運作 百分之二十六人 可能可以扣制 全部的力量 然後這些人 反而少數人 控制了整個國家的體制 這個東西的部分被避免 就必須要透過議會 議會就是一個討論空間 這樣的做法 好 那透過一個內閣制的方式 透過一個內閣制的方式 可以讓更多的聲音呈現 以國家體制的長遠來看 充分的溝通 會是一個 讓一個社會更趨於穩定的方法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會講的是什麼 當然 這是我的說法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像這樣的路線啊 就是像我們剛剛談到說 包含 憲法主體的問題啊 還有說 比方說上醫院下醫院 然後到內閣制 那這對照其他要求修建的團體 比方說島國前進 或是說蔡老師他們 那我們的差異性在哪裡 你覺得優劣是制限 我們第一點就是說 我們直指的是說 我們不認為 又有的人路線講的是制限 好 所以像黃國昌 對 那或者說其他